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制裁 大大加速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 自己自足的进程 大家好 今天咱们好好聊一个重磅新闻 中国的龙芯3C6000处理器在北京发布了 这可不是一个随便的芯片 它对于中国乃至于全球来说 都可能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咱们从地缘政治和军事两个角度来聊一聊 首先咱们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聊一聊 你想想 过去全球的市场芯片里 包括像设计工具 制造设备 核心技术这些 基本上都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里 尤其是美国 就这就像一把悬在中国头上的利剑 随时可能被卡脖子 前几年华为的遭遇 大家可能还历历在目 就是因为美国的意志经历 使华为很多业务都受到了影响 但是有意思的是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这一系列制裁 反而像是给中国的芯片产业 达了一针强心技 俗话说 逼上梁山 正是这种外部的压力 让中国人憋了一股劲 下定决心要搞出自己的东西 龙芯3C6000的问世呢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 使用了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龙架构指定系统 而且明确的说了 不依赖于国外的技术和供应链 这不就是越封锁越要自主的最好证明吗 你看通过自己掌握核心技术 中国人就能把信息基础设施的命脉 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不用再担心被别人卡脖子 这不仅仅是为了安全 更是为了在全球科技的竞争中 能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说不定未来那些想摆脱西方技术依赖的国家 还会来找中国学习龙芯模式 到时候全球科技格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龙芯3C6000这次亮出来的数据呢 是不一般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说它的性能已经能和 2023年到2024年市面上主流的产品媲美了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中国在CPU设计上是真的能打了 虽然目前龙芯还主要用在中国国内 但是你想想看 一旦它成熟起来 未来像咱们日常使用的服务器啊 台式电脑啊 笔记本啊这些 那些耳熟能弦的国际巨头 比如英特尔 AMD 英伟达这些 他们的市场份额 可能真的就会受到冲击 毕竟 中国产的芯片在安全和自主可控方面 具有天然的优势 再加上中国政策的支持 国内市场肯定会越来越青睐于中国心 当然 芯片这个大蛋糕的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 但是这种竞争的反而会促进大家在技术上更进一步 未来全球科技合作和竞争的局面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 但自主可控这四个字一定会成为各国优先考虑的占领目标 中国在这里就给世界先打了个样 在咱们这个数字时代 信息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 处理器作为信息系统的大导 它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信息主权 龙心3C6间这次拿到了最高等级的二级认证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明它从设计到生产都是非常靠谱的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 能源系统 交通网络等等这些关键的地方 都能用上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信息 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潜在的网络攻击 数据削漏 或者被别人操控信息了 在当前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把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是中国安全的一道坚实的屏障 而且咱们还得提一句 随着国产芯片的技术越来越成熟 未来规模化生产上来以后 它的性价比会越来越高 性价比高 对于那些追求成本效益的政府机构 企业 甚至未来的普通消费者来说 国产芯片 它就成了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 你想想 既安全又便宜 谁不喜欢呢 这样也就能大大降低了 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成本 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 有了自己的心 中国在国际网络里面 腰杆子也能挺得更值 下面咱们再从军事应用上聊聊 中国军队的心动力 军队对于芯片的要求 那可不是一般的高 不仅仅要求性能强 可靠性强 更重要的是 必须绝对的安全 绝对的自主可控 你想 万一哪个芯片有个后门 或者被战时断供了 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龙芯3C6000的出现 就像给中国军队送上了一颗 最强劲的中国芯 中国军队的指挥控制系统 雷达 导弹制导 电子战设备 无人机 还有军事通信 都离不开高性能的处理器 过去这些地方很多都依赖于进口芯片 风险那是很大的 现在好了 有了龙芯3C6000 中国军队可以在更多装备上 用上国产性 彻底解决了这个卡布斯的问题 这不仅仅能够大大的提高 中国军队的自主自战能力 还能让中国的信息化水平 再上一个台阶 军事供应链要求的是稳定 可靠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 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说关键零件突然断货 那么对于军事行动来说 那就是灾难性能打击 龙芯3C6000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依赖于境外的供应链 这对于中国军队来说 就是雪中送炭 这也就意味着 就算未来中国面临着 更强的外部封锁或者制裁 中国的军队的核心设备生产 维护和升级都不会受到影响 这种供应链的韧性 能让中国军队在面对国际冲突和地区危机时 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决策空间 简而言之 就是中国不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威慑力 在未来新的作战能力上面 智能战场不再是个梦 处理器的进步是军事技术革命的基础 龙星3C6000以及它衍生出来的其他芯片 比如那些面向智能终端和工业控制的 都会给中国军队带来全新的作战能力 龙星3C6000在智能计算方面的能力 给中国的军事人工智能 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 以后更先进的战场态势感知系统 自主角色的无人机系统 智能机器人作战平台 甚至能够自己思考的武器系统 都有可能变成现实 未来战场AI绝对是主角 而自主可控的处理器 就是中国在这场智能军事革命中 赢得先机的关键 有了高性能的处理器 那么中国就能构建 更高效的网络中心作战体系 龙星芯片可以处理和融合 更加复杂和海量的数据 让中国在战场上 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 实时分析各种数据 指挥官就能做出更精准的决策 实现对敌人的降维打击 你知道吗 高超音速武器的制导系统 和飞行控制系统 对处理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龙芯的突破 肯定能助力中国在这些尖端武器上 取得的更大进步 让中国的杀手点 更加精准 更加厉害 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 这些战略高地 同样离不开高性能安全壳的重理器 龙芯芯片能在军事卫星 空间站网络安全防御系统上 确保中国在这些领域上 拥有绝对的安全和自主控制 虽然龙芯3C6000的发布意义中大 但是中国也得清楚地看到 在半导体领域 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要想真正实现完全的自主可控 在芯片材料 生产设备设计软件 核心知识产权 这些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油 都得持续地投入和创新 另外 芯片性能要不断地提升 软件生态还要不断地完善 还得努力拓展国际市场 这些都是龙芯未来 需要面对的硬骨头 芯片的成功 不光看硬件性能 还得看它能支撑起 多大的软件生态系统 龙芯的龙架构要推广 需要大量的软件开发者 操作系统厂商 应用软件厂商 一起来支持 虽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基于龙架构的服务器 存储设备 但是真正形成一个成熟的 且有竞争力的生态圈 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中国虽然强调自主可控 但是完全脱离全球技术体系 那也是不现实的 在一些不那么敏感的领域 或者在技术发展的初期 适当的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 还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相互学习 弥补短板 还能推动技术标准的互通 所以如何在自主可控 和开放合作之间 找一个平衡点 是中国未来需要好好琢磨的 百导体技术发展飞快 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 和长期的积累 龙芯今天的成功 就是长期坚持 自主创新的结果 未来中国还得继续保持 高强度的研发 不断攻克技术难题 才能在全球半导体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未来中国还得继续保持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不断攻克技术难题 才能在全球半导体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总的来说 龙芯3C6000的发布 是中国在科技自立自强 这条路上迈出了非常坚持的一步 它不仅仅是中国科技实力的体现 更是中国在地缘政治战略 和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的 一个关键环境 巧不巧的是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制裁 非但没能阻止中国 反而向一种强大的刺激 大大加速了中国在 核心技术领域的 自己自足的进程 这颗中国性肯定会大大提升 中国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军事装备和国家安全方面的 自主可控能力 而且它还会在全球范围内 悄悄地重塑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格局 从定员政治角度来看 龙芯的成功是中国去风险化 大潮中一个重要的战略 能够让中国摆扫 对外部技术的过度依赖 在国际技术舞台上争取更多的话语钱 随着中国国际芯片的性能越来越好 性价比越来越高 蔚来英特尔 AMD 英伟达 这些国际芯片巨头 不仅仅在中国市场 可能在全球部分市场的份额 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芯片市场的排局 可能要重新洗牌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 龙芯给中国军队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让中国的军事供应链更有韧性 也让更多的新型作战能力成为可能 随着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持育投入和创新 以及自主生态系统的逐步完善 中国芯的影响力一定会越来越大 不仅仅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 也会对全球的科技 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平衡 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芯的远程还在继续 它给全球芯片产业带来了冲击波 它是刚刚开始